我覺得台灣人還蠻愛穿羽絨外套的 羽絨外套的特色其實在於它比較能夠防風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一個風很大的地方的話 羽絨外套效果非常的好 還有一點比較好玩的地方是 羽絨外套通常它的材質是非常悶熱的材質的 所以我會覺得羽絨外套適合天氣 在更低一點像10度以下的時候 羽絨外套的效果會覺得非常的好 在台灣我們通常溫度可能落在像是15到20度的時候 我會覺得大衣會比羽絨外套更適合台灣的天氣 最近這幾天寒流來西蠻冷的 你要不要教大家冬天要怎麼穿才會比較保暖 OK 冬天要怎麼穿最主要的關鍵是在於材質 所以會比較推薦你們穿羊毛或者是羊絨的衣服 然後羊絨就是大家俗稱的Cashmere羊毛 英文叫Cashmere 那是100%的羊毛或者是100%的羊絨的衣服 然後當中來說的話 像是我更推薦也是穿像是羊絨的材質的服裝 會很保暖然後又非常的舒服 它的保暖度啊 它那種暖的感覺 跟悶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可是羊毛穿起來感覺很渣耶 很似皮膚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怎麼說呢 因為大多數的時候啊 我們在台灣的羊毛料子 你去看一下它的成分 打開水洗雕 它可能它的成分不是100%羊毛 它可能只有10% 5% 然後很多的時候它都是很菌質纖維 通常那種混起來的效果的羊毛的衣服 它不是純羊毛 所以穿起來會非常的渣 很不舒服 而且最關鍵的是 那感覺會很重 而不是那種包冷的感覺 那有建議穿羊絨或羊毛的什麼單品嗎 推薦像是毛衣啊 然後西裝外套 然後大衣 褲子也很好 然後穿起來的話 你很像是整個 就是寒帶動物的毛皮 蓋在自己身上 然後那種感覺是非常的暖度很好的 而不是悶熱感 可是我穿過一些大衣 它其實蠻熱的耶 大家通常比較遇到的問題是 通常有些人說 穿大衣 感覺很不舒服 你看一下通常不舒服是悶熱的感覺 比較不舒服 還是保暖的感覺 保暖通常不會有那種強烈的不舒服感 通常主要是悶熱 不舒服的大衣 你看它水洗雕 通常它的聚子纖維含量都會非常非常高 除此之外 那種聚子纖維含量很高的大衣 穿起來特色就是在 它非常的笨重 如果是同樣的大衣的款式來說的話 聚子纖維的大衣的重量 可能會是一般羊絨大衣的重量 兩倍起跳 我還以為在台灣穿羽絨外套會比較好耶 因為台灣街頭上常見的就是羽絨外套 我覺得台灣人還蠻愛穿羽絨外套的 羽絨外套的特色其實在於 它比較能夠防風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一個風很大的地方的話 羽絨外套效果非常的好 還有一點比較好玩的地方是 羽絨外套通常它的材質是非常悶熱的材質的 所以我會覺得羽絨外套適合天氣 在更低一點 像10度以下的時候 羽絨外套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在台灣我們通常溫度可能如果在像是 15到20度的時候 我會覺得大衣會比羽絨外套更適合台灣的天氣 對啊 我覺得羽絨外套蠻醜的 很像米其林輪胎寶寶的 那當然啊 可以穿大衣幹嘛穿羽絨外套 如果就美觀來看的話 那當然是大衣的效果一定會比羽絨外套好 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我穿上羊絨或羊毛毛衣啊 或穿上大衣之後我還是覺得很冷 Isaic有沒有什麼建議的小佩服要怎麼保暖 有 保暖的關鍵是在於胸口這一段 所以通常啊 我們四肢是比較不會覺得很冷 可是胸口這一段會決定你的保暖的程度 像這種天氣 溫度可能在10度左右 我第一件衣服會挑像是羊絨的內衣 然後第二件衣服我會挑羊絨的毛衣 然後如果還是有點冷的時候 我會再挑像是羊毛或羊絨或是牛絨的毛衣在穿著 這時候我再把大衣穿上去的時候 我胸口這一段的保暖程度其實會非常的好 然後如果你還會覺得很冷的時候 再把你的圍巾這個地方給遮住 等於說從頸部到胸口這一段 你有保護好你的體溫的話 你就不會那麼容易覺得冷 這樣聽下來台灣好像還蠻少接觸這一塊的 因為大家通常在冬天就是穿了很多層像棉被一樣 你要是有問一些就是在美國西部住過的人 然後他們回台灣 那第一個反應就是台北非常的冷 為什麼呢 第一個是我們沒有暖氣文化 那第二個是大家很常說台北冷是因為吃冷的關係 其實不是台北冷只要看當天有沒有風 只要有風的話當天會非常的冷 我們其實過的生活是蠻冷的 就是在冬天 我會說就是大家預寒的效果常常用體溫預寒 用體溫發熱 用愛發熱 就是你用體溫你用Buddle就可以啦 這其實是很可惜的啦 生活品質提升的時候 你會挑一些好的衣服穿著 然後暖暖的感覺 那其實是很舒服的生活方式 好然後今天是我們冬天特輯 然後因為最近暴函寒流準備來襲了 然後我相信大家覺得這幾天非常非常的冷 我希望就是大家漸漸養成一個生活方式 像是冬天會冷的時候 你挑一些羊籠 然後羊毛的衣服 然後保護好你的軀幹 然後讓你身體處在一個防暖的狀態 然後盡量不要挑一些就是悶熱的材質的衣服 像鋰子纖維啊 敵輪啊 鞍輪 然後或者是一些壞的纖維的東西 因為那種悶熱的感覺就很像是雨衣罩在身上 會讓你比較不會冷 可是那種悶熱感是不舒服的 再招待再招待 leve燒 corpor value aldo 嘎 好